Vogue 請進 是Vogue嗎 我剪頭髮的樣子被你們發現了 大家好 我是時尚優質女星 我是羅羅 等一下我就去參加那個 Vogue Fashion Night Out 然後我現在在準備當中 我昨天才拿到衣服 但我真的覺得很美 我自己個人很愛 鍾玉瑩設計師的衣服 然後我覺得它就是非常的舞台 然後很亮麗 然後就是 很適合給大家來一點下馬威的一套衣服 超喜歡它中間有個彩色閃電 它那個閃電就是金蔥 所以指甲就加了一點這種金蔥色在裡面 所以就有點呼應設計師的那一套衣服 紅毯相的這些嘉賓也都是我的朋友 來看看孫色系要穿怎樣啊 每次都那麼辣啊 Karen CC 來啊來啊看看啦 我搞 對然後因為Hush每次都是金曲紅毯的第一枚 所以我想看看它在時裝周 是否也有第一枚 因為你知道我們每次時裝周上面 就是不管是拍照或是幹嘛的 臉上身體上都會被黏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回去都很難寫 然後之前我拍那個那套 配合這次宣傳的那個照片的時候 對然後我的頭真的是被髮型師弄的一個很黏欸 我那天拍完照之後 我還跟朋友約去打羽球 所以我就頂了那個油走很漂亮喔 哇這樣我黏得很漂亮喔 然後去打羽球 我的朋友都覺得我很隆重 應該是說我上來前一次是把這些人 更植入在我的心中跟腦海裡吧 就會變得突然又更熟了 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想到一些關於他們的話題這樣 時裝周就是比較活潑然後好玩 所以比較沒有那種主持典禮的那種緊張感 反而我覺得就是讓大家一起同樂 然後我是在紅毯上悠閒 大家一起來玩喔的心情 比較像party吧 嗯 現在就是我們化好妝 那要出發就回我家我們休息 因為我是第一次去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去看看到底長怎麼樣 時間很緊迫 然後突然發現很多事情上來要做 所以我頭腦現在記很多東西 魯魯的手卡 放數是有特別挑選過的 然後跟手卡上面的字型的大小 幾號字也是特別有挑選過的 它的功能就是你拿著 然後你用瞄的 可能人家瞄過你就知道講什麼 講官們的名字 然後或者是一些數字 比如說2018年開始 你就不能講到2019年嗎 那差一年差不多不一樣 金馬獎量 金鐘獎就不行 不是 三十二屆獎權三十一屆 對 哎呀這種事情就是 想要發生嘛 然後自己立刻自己打臉自己 台北奇妝中史上獎圈 他在幫我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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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定心 這樣真的會定嗎 會 因為很熱 我手很熱 真的喔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主持人就是會一直要跟人家講話 然後用比較近的距離 隨時保持口氣 就是很推薦大家用 好 好的現在我要去坐上我真榮的車 我們紅台上見 掰 好 來看看